由山东省话剧院出品的话剧孔子 昨晚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 融合音乐 舞蹈 戏曲等艺术元素 生动塑造了孔子历经磨难 初心不改的古代思想家 政治家 教育家形象 该演出是目前唯一纳入 国风国运飘香江系列演出活动的 省集院团剧目 受到香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好评 我非常盼望 就盼望更多的香港的年轻人 而香港的市民能够看到这个话剧 内心会受到很大的震撼 天行道君子与自强不习的那几句话 把论语就是口语化地表述了出来 对于我们香港很多的人都感到很亲切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读过论语